我們今天有我們的廣告 那個時候 吃飯開的東西 一顆顆結實累累的葡萄 掛在樹上 民眾拿起剪刀開心採收 好 來 請上來 來來來 如果要拍照的話 請跟我們講一下好不好 記錄一下 難得下鄉體驗 田園摘果樂趣 酒莊業者也開放大家 用雙腳來採葡萄榨汁 了解古老傳統的釀酒技術 好Q軟喔 好Q軟 好Q軟喔 摘果 釀酒 忙累了沒有關係 因為酒莊主人 還特別把餐桌搬進了果園裡 帶領民眾到葡萄園樹下 進行餐酒會 就是把在地的農產品 這個特色結合藝術 然後結合美學 結合這個行銷 來這個地方辦一個餐酒會這樣 讓前程各地的好朋友 來這地方分享我們的喜宴 六十人座的長桌在果園裡格外顯眼 引眾可以盡情品嘗外埔當地的特產紅酒之外 還能享用到廚師以當地食材設計出的一道道美味佳肴 一旁還有精心擺盤的紅蓉果當作開胃 夕陽與會下大家開心聊天 享受天園風光 就覺得今天來這邊覺得很新鮮 因為平常吃過葡萄 但是沒有看過葡萄園的樣子 所以覺得很新奇 然後還有剛剛有那個採葡萄的行程 那個覺得很有趣啊 因為這種體驗 知道是有這樣子的製作過程 但是不知道實際上是這樣子運作 然後也跟同學跟大家一起來 覺得很讚很好 因為紅酒它主要是在配側 所以這個稻田葡萄園的餐酒會 這個會讓消費者就知道 因為我們台灣有藏這個黑豪福島 所釀的紅酒並不屬於國外 為了推廣在地特色 酒莊業者配合公所的南衛 舉辦了田園餐酒會 農民希望透過創意和行動 為農村點亮未來 也為農民創造更多商機 謝謝王勝炫 台中產品報導 謝謝王勝炫